各位网友你们好 欢迎来到Anson Zhang M.M.X.I.X的YouTube频道 又到了当季日剧 习习追看完吹吹水 看完不是不吹水啊 看完吹吹水 放心,不剧透,不爆雷 保证你们欣赏的想法 又到了这一套 一系列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日剧之后 开始接着一些比较有看头的日剧 这一套没错,大家看到了 Dr.Chocolate 朱古力医生 他们也写巧克力医生 我们来说越好一点 朱古力医生 大家在第一集里听过我介绍 朱古力医生我以为是板口健太郎 谁知道原来不是 是这位女生 白山埋外 这位女生我已经说过了 她原先的发型不太有趣 她做了一个笑笑的 奥米加 亚米加 亚米加头的时候 奥米加 亚米加头 特别整个人活起来 这个装束也很有趣 她在剧里面 因为经历的时间是特别日子 这个装束穿得很有趣 有时也保持着这个装束 另外 你问我是不是直入式广告 我觉得很扯 为什么呢? 大家有看就知道了 她的名字也告诉了 Dr.Chocolate 很明显 应该是为Chocolate 做直入式广告也不定 这个是不是呢? 网友看完后就告诉我 在下方留言就行了 谢谢 好了 结完她的第二集 我都觉得 医疗戏是没得输的 而医疗戏里面 由一个 小女儿来负责的话 更加匪夷所思的剧情 更加有趣 加上她背后的背景 还有一些莫大的懸疑感 更加令人有追看性 第一、二集里面 已经继续交代剧情的进展 在第一集的尾声 我已经告诉你 她已经有一些 剧情的透露 大家看到第二集 我现在这个缩图里面 更加白热化地 将这个背后的故事 讲得更加清楚 有看的话 一定明白我这幅图的意思 你们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她本身来说 每一集都会以医疗的难题来做 不用担心的 不是医学的部分 是不是叫天方夜谭 也算了 但一定要让这位天才医师 有用无之地 所以她一定会这样安排 另外在透过安排医疗的情况下 就要放一些故事的所谓矛盾的内容 第二集也有这种矛盾的状态 这个矛盾不算太厉害 不够第一集厉害 这个矛盾的第二集里面 没那么厉害 另外 开始又将整个背后的局 就一直解释出来了 这样 当然 小女孩是天才 在生活上来说 会有些损失 所以 在她团队当中 有些人提议她做一些事 是什么自己去看 当中也交代了 他们板口健太郎 和白山奶外 白山奶外之间的所谓基本 他们有强烈的 互相依靠的一种感觉 今集就有点开始有分歧了 但这个分歧 不用担心 有看就知道没事 没看到就知道没事 因为我说了 但是在互相尊重的情况之下 都认同 各个人都应该可以 有各个人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 他们也尊重了 在第二集里面 解脱了一些 所谓的 自己希望 但又怕 承诺了对方不做某些事的部分 这里都顺利地解脱得到 但是这里就很明显 解脱了这个问题 他们两个之间 经常见 出出入入 保护他的机率 就少了 应该 就是 副主线 所谓副主线 有机可乘的日子 所以这个部分 应该是特意安排的 否则的话 很难顺利 就继续演下去了 因为每次都是 首先去医疗 然后查案 然后很快 不用11集 就已经结束了 还要说一说 他和每个人 我相信团队之间的个人问题 最流行的日剧 对不对 要解决一些问题才行的 这集第二集里出了 就是《行虫又来》 我只想说这位女性 这位女主角 在很多戏里都看到她了 记得吗? 战旅嘛 如果你有看的话 除了战旅之外 有人说过《传罗监督》那部戏 然后我之前说过的一套 《管弦乐队》 她是做过梅的 她非常出色 其实她的样子不差 看看之下 塑造力也挺高 天真开朗 好像今集 其实她不是做天真开朗 反而我觉得她做成熟一点的女性 又好像可以试一试 这是一个不错的角色体验 希望她日后在演戏的生涯上 有进一步的进展 她在这一集里也有出场 她是叫《行从右里》 所以我都会密切留意这位女演员 这次医疗的状况就是医渠 当然不少的是西野七奶的角色 和板口健太郎出来的感觉有点奇怪 到底是不是他们在第二集预告里 他说的那种状态是否会被板口健太郎识穿呢? 这个部分我们放长双眼了 我相信也会是 因为她是一个很... 西野七奶的角色是一个很聪明的女性 由于她始终是在做新闻界 所以要好色做人才能够处理到很多问题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样 假气真做会不会呢? 我也不敢说 但是 你会看到在第二集 《尾声》第三集的预告片里面 已经板口健太郎怀疑她的真实想法了 他们两个都是想互相利用大家 来得到自己想得到的资料 尝试一套... 尝试一套叫做什么? 《斗志斗力》的想法 剧情里面其实是有推展到的 这里不... 讲得那么多了 但是你看到缩图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显示 我也是觉得缩图的显示不是真实的状况 不是真实的状况 应该还有背后面一些很特殊的想法 这里整体是什么呢? 很明显的了 如果看回他们之间的相关图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些很特殊的东西 譬如说 你看得到 开始来了 之前会看到一个犯人 出现了 杀害某些人 杀害了志斗维 就是白山奶爱的父母 这一组人 所谓是什么组 什么组 这一组人是做什么的呢? 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公仔可以可记一群的 是不是真的这么复杂呢? 不敢说 这里很明显是一群人 现在显示了一个 第一集已经说了 咦? 应该还有一个端倪的 应该还有一个 咦? 在结尾里面 出现了第三个 很明显 开通了整个门楼 这个门楼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 但是这个组织到底在做什么呢? 暂时不知道 这个黑暗的力量 暂时仍然会笼罩在板口健太郎 和白山奶爱的部分 一边算是逃亡 一边也算在做一些很特殊的东西 第三就是身份不可以敗露 其实也挺难的 因为他们所谓的同事之间的拍档 这六个人 其实可以随时口疏的 这里 当然在第一集里面 他的交代应该这样就很顺利了 会不会在当中里面穿插一些反骨仔 二五仔呢? 不敢说 还有没有其他人牵涉到的话 这些就真的要放长双眼才知道了 但是呢 只要看白山奶爱、板口健太郎和西野七礼的对手戏 我觉得都已经可以了 算是一套不错的影片 所以看完第二集 我也想即时录下给大家看 未看这一套Dr.Chocolate的 朱古力医生的朋友 可以尝试去看一看 他是不是超现实呢? 又不算超现实 你问他是不是很难看呢? 又不是啊 是不是很多笑料呢? 又不算是 但是呢 安排得挺有趣的 另外呢 在第一集我没有说 有没有留意板口健太郎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我给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 等一会儿 我给大家看那张照片 这里要说的 有没有留意 那个女生很喜欢吃朱古力 很明显是一个广告的 那个女生很喜欢吃朱古力 你当然觉得广告 留意板口健太郎的这个姿势 你会留意到他的右手是大手蜜的 我只可以说到这里 有什么呢? 你看完就知道我说什么了 这个就是解释来的 也解释了为什么呢? 最初我所想板口健太郎的身份有点不同的其中一个原因 这里也有一条伏线的 但是我暂时深信板口健太郎应该不是一个坏人吧? 会不会呢? 会不会是可以做反串角色呢? 不敢说 到其是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是因为这个右手我经常说 到其是是不是的话 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这段时间就去到这里 我就先拍到这里 不想说太长 因为他本身也不是有很多东西聚迟过 只不过看完之后觉得挺有趣 也觉得这个朱古力是值得说过 不知道网友看完之后觉得不觉得 如果是的话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最后又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说话了 进来我的频道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网友记住 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我了 好了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有些什么我和你下一段影片再分享过 就这样吧 拜拜